我就說七天要修一天啦 身體慶祝再來休息啦 我上禮拜多謝有人感到 你要叫他投資自己的健康 投資自己的安全 你不要搞笑了 工地可以養活很多種不同的人 這些人真實存在這社會已經多久了 我們大家都知道有做工的人 那可是 那到底什麼時候才有人要寫 沒有聲音 你說我們工人 其實我也可以要求說 你說我是師父 對不對 我會的你不定的會的 本週日晚前十一點台灣啟示錄 做工人會是不是